《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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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家人們 大家早安 今天不管是晴天還是雨天 我相信每一天 都是神預備 讓我們能夠見證 經歷神的信實 經歷到我們 我們是神所愛的百姓 讓我們學習能夠凡事謝恩 在晴天在雨天當中 大家感謝神 讓我們常常存感恩的心 相信我們的生命會充滿的洗淚盼望 平安 在天的日子 王的預旨將要舉行 就是由大人的仇敵 盼望挟制他們的日子 由大人反倒挟制恨他們的人 由大人在亞哈瑟鲁王各省的城裡聚集 下手擊殺那要害他們的人 無人能抵擋他們 因為各族都懼怕他們 各省的首領 總督、省長和辦理王室的人 因懼怕莫迪蓋 就都幫助由大人 莫迪蓋在朝中偉大 民生傳遍各省 日見昌盛 由大人用刀擊殺一切仇敌 任意殺滅恨他們的人 在蘇山城 由大人殺滅了五百人 又殺巴山大他 達芬、亞斯帕他 破拉他、亞大利亞 亞利大他、帕馬斯他 亞利塞、亞利黛 瓦耶撒他 這十人都是亞米大他的孫子 由大人仇敵哈曼的兒子 由大人卻沒有下手奪取財物 當日將蘇山城被殺的人數 乘在王前 王對王后以斯帕說 由大人在蘇山城殺滅了五百人 又殺了哈曼的十個兒子 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 現在你要什麼我必賜給你 你還求什麼也必為你成就 以斯帕說 王若以為美 求你准蘇山的由大人 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 並將哈曼十個兒子的尸首 掛在木架上 王便允准如此行 旨意傳在蘇山 人就把哈曼十個兒子的尸首掛起來了 亞大月十四日 蘇山的由大人又聚集在蘇山 殺了三百人 卻沒有下手奪取財物 在王各省其餘的尤大人 也都聚集保護性命 殺了恨他們的人七萬五千 卻沒有下手奪取財物 這樣就脫離仇敵 得享平安 各位家人大家早安 感謝神讓我們能夠每天 有一點時間來讀神的話語 有一點時間能夠空出一個時間 我相信神的話語每天讀一點 讀一點 我們相信 我們靈良能夠每天吃一點 吃一點 對我們有幫助 以示帖 就是我們不見得明白的時候 但是我相信 我們渴望靈力會被滿足的 我們看到以示帖第九章 十二月亞大月十三日 我覺得這一段就是 尤大百姓大大反攻的時候到了 我們看見這個提到說 就是尤大人的仇敵 盼望挟制他們的日子 尤大人反倒挟制恨他們的人 這邊出現幾個字 反倒挟制恨他們的人 因為真的是看見 那天本來是哈曼要 即殺尤大的一個時間 但是卻在上帝的手中 有時候我們看這個以示帖記 看不見神他做事 好像沒有出現 但是我們在整個以示帖記當中 處處可以看見 神的手的一個印記 神做事的一個名證在裡面 如今也是一樣 神我們看見 尤大人反倒挟制恨他們的人 一個整個180度的改變 甚至他們開始聚集要擊殺 那些起初要攻打他們的人 連第三章說 各省的首領總督神長 和辦理尤大士的這些人 這些都是外邦人 因為怕這個莫迪改 因為莫迪改一下子從這個城門外 到從朝門外到 一下子被高升和成為宰相 所以當他們看見莫迪改被高升的時候 他們看見這個權力在這個莫迪改身上 所以他們都懼怕 而反過來幫助了尤大人 幫助了尤大人 那我們看見尤大人 那第五節說 尤大人用刀擊殺一切的仇敵 任意殺滅恨他們的人 任意 因為這個神 這個王賦予他們這個權柄 他們也在那時候 反正他們裡面的恐懼 害怕 如今有機會能夠殺戮這些害他們的人 我們看見他們殺了這個蘇山城的五百個人 而且我們看見底下有哪些人呢 就是巴山大他 達芬亞斯帕他 破拉他 亞大利亞 亞利塔達 這個帕瑪斯他 亞利塞亞利戴 瓦耶撒他 這四個人是誰呢 是哈馬 哈曼的兒子 哈曼的兒子 所以我們看見這個上一代 上一代這個哈曼 處處想要這個殺戮 如今他的孩子也慘遭這個被殺 所以我們求神 這個真的看見 上一代若是做得不好 就是中國人講說 上兩不正下兩歪 這句話不知道是不是套用在這句話當中 我們看見哈曼他起初的計畫 想要殺了這個猶大人 如今他整個計畫被改變過來 反而他的孩子也慘遭這個滅絕 實在是求神聯名 讓我們能夠一代一代 能夠讓我們這一代 真的是要有一個好的見證 好的榜樣 或者這個毒根會影響到我們的下一代 讓我們把好的傳承 把壞的就停在這裡 靠著主能夠改變我們整個生命的傳承 願神祝大家平安 好 我們接著來看 然後第十一節提到 當他們當時殺了蘇三成總共五百個人 也殺了哈曼的是一個兒子 那一天這個亞哈水路王也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他就仿佛地告訴 仿佛地在說你們做了什麼事情 而這個亞哈水路王說 現在你要什麼我必吃給你 你還求什麼也必為你成就 這個真的有時候上帝要做事情 連外邦的這個事情 連外邦的這個王都要反過來幫助 為神的而你效力 為神的而你效力 所以這個以色帖做了這個事情 亞哈水路王還像一直想要幫助他 使他說你要什麼 你要什麼我必吃給你 他之前還提到說就是 我的一半我都必吃給你 這邊好像也在提醒 也在心中想要說的 就是要一直想要幫助 那以色帖他知道 他被遵從他被高舉 但是他也非常的謹慎 不要因為意識的驕傲 意識的恩從而失從 因為就好比之前的這個王后一樣 王后也是如此 所以以色帖他非常的謹慎 第十三節說 王若以為美求你准蘇山子 蘇山的犹大人明日也造今日的旨意行 並將哈曼的十個兒子的尸首 掛在這個木架上 所以哈曼他 這個以色帖他在這個當下 他向往求就是明天 明天再蘇山城 求你再給我多一點機會 我要殺這些敵對我的人 還有一個更重要 就是要讓哈曼的這十個兒子 掛在這個木架上 掛在木架上 這就是什麼呢 叫做殺雞儆猴 提醒這些仍然被判 就是說想要攻打這個尤大的這些外邦民族 告訴他們 現在你們的時候已經不是了 連哈曼的這四個兒子都被我們殺了 所以你們乖乖的投降吧 當這個以色帖說完之後 王就允准 所以在當時在蘇山城他們就殺了三百個人 但是正面提到說 卻沒有下手奪取他們的財物 卻沒有下手奪取他們的財物 這裡很特別 這裡很特別是 這些人只是攻打 就沒有因為當下 看見敵人留下了許多這些 有價值的東西 而把它奪走 而成為自己的人中物 真的看見他們是純粹就是為了要捍衛自己的民族 捍衛自己的百姓保護自己 而沒有想要貪婪 有時候我們就會在這個過程當中很容易 這個貪的這個東西 我就想到最近這個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 我看見上次的報導 俄羅斯還奪取這些 他們有價值的東西 甚至傷害了一些無辜的百姓 還有婦人還有女兒等等 我們真的看見 猶大人他們真是有高超的情操 他們敬畏神 所以神要祝福他們 也恩待我們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不管在如何 在怎樣的情形當中 願神使我們持守住 我們當有的本分 不因為一些抗為好的事情 而讓我們失去了我們的位分 求神恩待我們 所以我們一起來 願神恩待我們 一起來低頭禱告 神女在當中 主要插手 神你為他們開路 改變了整個民族 使他們如今能夠站穩了 我求你恩待也 求主幫助我們 弟兄姐妹們 不管我們的處境 看似艱難 但是主啊 我們所當倚靠的就是你 願你大冷的手來幫助我們 使我們搖臉看見 你用笑臉幫助我們 並且為我們開了一條 最新的道路 耶穌謝謝你 感謝主 祷告奉耶穌的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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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們